那么有了这样原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生成出来这样的结果 我们看这样的结果是不是说 它既跟这个C比较相近 看上面吧 既跟这个C比较相近 又跟这个S比较相近 其实呢 它一开始可以当成是一个噪音图像 或者是一个白纸输进来 然后呢 咱们通过这个卷积时间网络 实际的把这张图像给它构造出来了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style transfer的一个基本的原理 我们可以看这张图上 这张图上就定义了这个东西 我们首先有一个X 这个X呢 就是相当于是咱们一个空白的 或者是一个噪音的输入 然后呢 左边是咱们的一个S 一个style 右边是一个content 咱们的一个content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内容 在这里呢 它们分别都经过了这个卷积时间网络吧 在卷积时间网络里边 我们就需要去对比一下 让咱们的这个噪音图像 在咱们的一个S和C上 都是无限去接近的 在这些特征图上 那最终啊 我可以定义这样一个lots function lots function呢 就有两部分组成的 一部分呢 就是有LC 一部分啊 就是LS LC的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现在啊 当前的这个输入的一个图像 它跟这个content 在特征图上的一个差异 LS呢 就是咱们当前输入的一个图 跟咱们style的一个差异 这两个差异啊 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来 就是最终的一个lots function了 有了一个lots function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定义这样一个网络 在这个网络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迭代优化 还有求解的一个工作了 好 下面啊 就是咱们的一个比较重点的内容了 刚才呢 给大家说了一下这个基本的原理 下面呢 咱们要把这个原理啊 再进行一步延伸 也就是说 嗯 之前啊 刚才给大家说的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style transfer 是怎么样去做的 但是呢 大家来想一想 就是说 现在啊 我要做这样一件事 是不是我要把一张白纸输进来 把一张白纸输进来之后啊 我现在s和c也输进来 然后呢 不断的去优化这个神经网络吧 在优化神经网络过程当中 是不是就有前向传播和反向传播了 那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一个训练神经网络的过程啊 咱们现在要做一个style transfer 我需要重新的训练一个网络啊 因为这个网络才能够使得 我最终生成出来结果最好吧 那我们想一想 现在在咱们做这个事 是不是跟咱们以前做的事不太一样啊 以前咱们要完成一个任务 是不是说 首先我们先训练一个模型 然后呢 再把这个模型拿到手 最终啊 我再进行一个测试 不就得到最终一个结果了吗 但是现在我们看 我想得到一个最终的结果 我直接就开始训练了 训练完直接就是最终的结果了 那这样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 这样来说 最大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你的一个计算复杂度太大了 时间复杂度也太大了 咱们要训练这样一个图片啊 通常情况下 在你GPU的环境下 也可能需要个个把分钟啊 训练起来非常慢 那我有没有一些 什么样的办法去解决这样的事呢 把这个style transfer啊 能不能像是 咱们之前比方说 做领域检测啊 观点定位之类的 我们先训练一个model 然后呢 一张测试图像 跑完这个model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style transfer 咱们能不能去这样去做呢 其实也是可以的 如果说啊 大家觉得这种方法比较慢 现在呢 已经提出来另一种方法啊 另一种方法就是说 我们是先训练一个transfer的一个model 然后呢 再实际的把一张图像传进来 图像传进来之后啊 它就不用再迭代优化了 直接一步 以次前向传播 就可以得到最终的一个结果值了 这里啊 说这一点目的就是说 咱们现在啊 刚才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 比方说一个噪音图像出进来了 是不是它要不断的进行调节 调节这个W1 W2 把每一个权重参数啊 都调好了之后 才能得出来结果啊 那这个东西太慢了 我们提出来一种新的网络 这种新的网络啊 首先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是什么意思吧 新的网络啊 就是说啊 在这里我们先是 就是说啊 我们先输入的是一张 咱们的一张图像 然后呢 我把这个网络啊 分成两部分 我们可以把这块进行一个切分 然后呢 我们来说一下啊 左边这部分 我们叫它A网络 右边这部分呢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B网络 A网络啊 通常我们把它叫做一个Transform网络 这个Transform网络啊 就是说 嗯 当前的一个图像输进来之后啊 我先对它进行一个融合 然后融合完之后呢 我再把它生成出来一张图像 我们来观察一下它的结构啊 首先这是一张输入图像 然后呢 这块啊 是有一个卷积神经网络的 这个卷积神经网络有什么特点啊 我们先看它的大小 大小是先往下下 然后再往上上 这个往下下是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下采样吧 因为对于一个卷积槽来说啊 它自身就是一个下采样的操作吧 用完卷积之后 特征图会变小 所以说它是一个下采样的操作 那么上采样是什么意思呢 上采样就是说 相当于是一个反卷积 相当于是一个还原的操作了 假设说啊 我现在有一张输入图像 它是一个256 然后再乘以256 再乘以3的 它现在是不是一个大图像的大小啊 然后呢 我把这个图像输入到咱们当前啊 这个A网络 也就是叫做一个transform网络里边 在这个网络当中啊 我们就会做这样一件事 先会对它进一个卷积 然后呢 边卷积啊 我会让它的一个特征图个数去升高 比如说 一开始是256乘以256乘以3 没准卷积完之后啊 它就是一个 我随便写了吧 比如说可能就是一个200乘以200 然后再乘以128的 也就是说呢 它的一个特征图的个数会提高 然后呢 它的一个特征图的大小会降低啊 会做这样一个事 那么做完这样一个事之后啊 我们希望这个网络得到什么啊 我们希望这个网络啊 最终得到的也是一张图像啊 因为我们管这个transform net 叫做一个生成网络 这个生成网络呢 会把咱们一张正常的图像输入进来 正常图像啊 比方说是 就是你选择的一个content啊 比如说 你选择的就是这个content 这个content输入进来之后啊 它会自动的帮我们进行一个融合 在这个网络当中呢 它就会完成这个融合的操作 完成完融合的操作之后啊 我们最终是不是得到了一个style transfer之后的结果啊 所以说一个256乘以256的一个输入进来之后啊 我们希望它的输出是什么 我们希望它的输出啊 是跟原始的大小是一样的 也希望输出它是一个256 再乘上256再乘以3的 那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要做这件事啊 咱们前面一步比较好理解 比如说 对于卷积来说 它就是一个下采样的操作吗 那么下采样完之后啊 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一个还原吧 在欢迎的个程当中 比如说是一个200乘以200 再乘以128的 我们需要把这样这里边啊 比如说特征图是比较多的 然后这个图像是比较小的 我们希望啊 把这个特征图的一个大小变大 然后filter变小 那么怎么做这件事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反卷机 也就是说 在这块我们看有一个上升 这个上升呢 我们管它叫做一个反卷机 也就是说啊 这个fw当前的这个transformnet里边 包含了两个操作 一部分是卷机操作 一部分是反卷机操作